天啊,我这个朋友剪这个长发好帅啊 晚上好呀,晚上好 谢谢拜托啦,和我去冒险吧,送到了秋天的奶茶 你还剩这么多 对呀,我可以再来吃点 对呀,贝京同事刚刚那个上次拍的 刚关手机怎么就提醒了 这不是有人在问吗 说直播吗 我就说平安夜,还是播一会儿吧 不让小洋人提前睡觉 睡呀,你去睡呀 谢谢闪关领域王送的布丝 对,明天发 明天再发 对,焦间找回来了,你这么知道 今天让个姐姐说的 她说快递公司给她打电话 谢谢茶餐送的荧光海 还有十分钟到明天队 过了十二点发漏 还没有修完呢 刚刚修了两张就拿来开播了 谢谢从来套路的人先送来巧克力 既然是电台,怎么不能电台吗 对,果然周的东西不找她,她自己就会出现了 妈呀,周周炒的泡面炒饭好好吃啊 因为今天米饭多了 明天是肉眼吗 明天 明天 明天公演完想去按摩 看了几碗 这么多前辈直播 不看直播好可惜 有什么可惜的 人家前辈直播关我什么事 看了几碗,现在两口 按摩完直播 对,找到类似金色影响的地方了 明天 冬演完就跟周周一起去 阿威,跟丹丹一起去 说错了 去按摩 黏妈 让人家好好过节嘛 黏什么妈呀 这个前辈子有小的小 空的巧克力 都没有,我会尝尝 嗯,好像没有,下次我可以多放点 葫芦 这一块 好,不吃了 嗯 那按得舒服 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哎,叫什么名字来的 我忘了 他们推荐 去玩测评一下 好 贵吗 不贵呀 就是不贵 我们才去的呀 谢谢 这个人是他送的 蹦迪 就是因为不贵 我们才去的 去完再说地址吧 好 对比一下 金色印象 好的 戴个耳机先 果然价格还是第一位 正开始找了几家 有一个打电话过去 他说要消费一千四 他才 他才过夜 我说 你看我 长得像能 消费的 起一千四 一碗的 你看我长得像一千四 你看我长得像一千四吗 你吃一千四 是正规的 人家那里看着就挺贵 看着就很贵的样子 啥时候能发 明天发呀 明天发明天发 明天睡醒的就发 明天都来看云公演呦 大家 打个广告 这是新买的 这不是新买的那身 这是 之前在服装部借去拍照的 第几个 拍了顺序吗 好像还没有拍顺序 就知道我们有节目顺序吗 我们是第几个啊 我来数一数 不觉得不觉得你别问了 真的是 第几个啊 第七个 第七个 我们是第七个 笑什么 笑什么 我们是第七个节目 家人 哦第八个对不起 我们是第八个节目 家人们 MC MC好像还没说 要明天彩排的时候再说 对吧 嗯 MC要明天彩排的时候才说 节目的话是 是第八个 算前面吗 算后面了吧 Rap吗 对呀 我去唱一个重庆魂 就一首歌吗 细的细的 就只有一首歌 就爆了一首歌 就爆了一首歌 说好的不碰Rap 我怎么可能去Rap啊 家人们就是说 怎么可能去Rap啊 好歹也是一个公演呀 我怎么可能去Rap 没唱嗨不下台 谢谢三声十凤的气球小熊 有点期待Rap 别期待 你信的真的Rap吗 怎么可能 云公演不是小综艺 对呀 云公演又不是小综艺 明天就只有跳一个舞 就没有了 就没有 明天可以给你们直播 我去按摩 可以吗 会不会被疯呀 我这要是直播 我去按摩 大老板明天去按摩吗 肯定啊 云公演完了去 再不按 按不到了 下周要是开线一下 没有时间去按摩了 骗人是小狗 有可能 我怕被疯呀 明天再看吧 粉丝有苹果吗 你们 我给你们 不是云吃了一个苹果吗 正规的 肯定是正规的呀 我怎么可能 却不正规的呀 真的是 按摩完再直播 按摩 我在那里睡了 我就直接 我 我又不回宿舍 咱们要在那里过夜 直播点餐测片 一百 一百 呃 好像 他说的是买一百四 好像就可以 一百三十九 一百三十九 可以吧 咱们一百三十九 比金色音箱 还便宜呢 对呀 去金色音箱 金色音箱 金色音箱 在重庆 可以电台就不会疯 也行 也行 明天看吧 如果可以 能直播就播 不能直播就给你们电台 来 平替版金色音箱 也没有很平替了 金色音箱 也才一百六十九啊 我的调调正不正规 还真难讲 真的是正规的 这是人家他们推荐的 就是别人去过的地方 金色音箱办了卡价格 那我没办卡 金色音箱代餐 水疗 不是水疗 就是按摩 就是给你按一按 我也想去按一下我的 我的 我的腿 去中泰楼上的九号 那个很贵吧 就是说 那个肯定很贵 去拔火罐 去按摩 没有经常去金色音箱 可能一年有就去个一两十 怎么了 咯咯咯咯 发微博 笑死 不会出现惨叫吧 会的 我之前出道前去 这附近的一家按摩店按摩过 好痛呀 我的妈呀 就是那种正经的按摩店 纯按摩的店 就不像金色音箱那种是 是 没卡上 这才五十九啊 对呀 我在干嘛呀 有去过吗 跪呀跪 我在美团上看了 跪 反正就是那个 是很正规的 就是它只按摩 那种老式按摩店 哇 我的妈呀 按完了之后 我整个人就是说 感觉 要不给我按过去 200多有交易 9号 它可能不过夜呀 好 Merry Christmas 大家 圣诞节快乐 12点咯 12点咯 圣诞节快乐 圣诞快乐 按完人都软了 你看咱们刚好现在直播 又陪你们过了平安夜 又陪你们过了圣诞节 就是说非常的聪明咱们 刚刚好 一个电台陪你们过两个 对我就是计划通 一举两得 苹果 吃苹果了吗 吃苹果了吗 大家 今天 就是说 仪式感 得有 得吃苹果 我为什么这么贴心 咱们就是很贴心 时间选的真好 对呀 就直接陪你们过两个节日 吃了赛博苹果 赛博苹果是什么苹果 感动哭了 哭 现在就给我哭 骗人是小狗 现在给我哭 没有 现在下床却消 电子苹果 吃了 笑死 我今天真的 我今天真的 我去看那个想见你 我去看那 你把眼泪都哭没了 家人们就是说 你怎么哭了 我真的看不懂呀 我看了电视剧嘛 然后我再去看电影 我怎么觉得 他电影的逻辑 我有点看不懂呢 圣诞快乐 哼 哭了 你们都看哭 因为我没故事 我看电视剧我也看哭了呀 我昨天晚上看小说也给我看哭了呀 我 但是我今天去看那个想见你 我是真没看 真没看 谢谢巴菌太守 送了巧克力 电视剧我看懂啊 电影没看懂 我不懂那个 他为什么想死 我没懂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看懂那个陈韵如 他为什么想死 你别去烫 他们看了的 你要看 你要去看 你要去看 嗯 我真的觉得他 那个逻辑有点说不过去呀 我漏看了一部分 我不看 他不就是流产了吗 他为什么想死 你还没看 那你要不要先出去一下 我真的不懂 我想 我想让有看懂的 给我解释一下 而且这个剧情 我好早之前就看过这种 男女主就是穿越 为了互相救对方的剧情 看成是中年年龄版的想象 你就通了 有伏笔的 西西也没看懂吗 我们仨都没看懂 我当时看到 她说她 而且感觉跟电视剧版的一样 她就是把那个叫 那个叫什么 磁带一烧 就 结束了 我以为她最后会给我来个 我以为那个杨浩 会是那个大boss呢 我以为那个杨浩 会是 会是 会是一个坏人 她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 伤害他们 结果她什么都没做 她只是 给陈韵如带了个耳机 的确是中年版 要有点精力才懂 什么呀 我 我之前看剧版 我也看哭了呀 我昨天看小说 我也看哭了呀 有没有 有有有 我到三十估计就能看 这个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啊 她这个是她这个逻辑 我没有看懂 她为什么想死 我真的 我当时看到那儿的时候 我就在想 她为什么 她自己想死 她干嘛还要去捅别人呀 我真的 不是很能理解 电视剧是青年版 她不是她自己想死吗 她说我死了就结束了 但是她去捅别人 我当时都看梦了 我说大姐 你自己想死 你干嘛去捅别人 不用太认真 哭就完事了 没哭我 我以为我看电影会看哭 结果并没有 我昨天晚上看小说 真的给我看哭了 我穿越运行文一下 她还拍我 大老板还录视频 我昨天哭了 谢谢老汪 送死奶茶 最近死太过分了 过分了 真的很过分 我昨天 谁说我不懂的 我昨天看那个小说 给我哭死了 灭得我肝痛 我现在想到那个剧情 我还想哭 哭的都吵到 她们都没睡呀 昨天她们仨都没睡 收 撞着哭的佛 真有佛 大老板真给我拍了佛 插话发一下 不发 真的很虐 那个小说 他真的很虐 他比小千里要虐 我真的就是他最后的结局 昨天叨叨我了 我最后看那个结局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现在想到那个剧情 都很想哭 他就是那个男主 他真的 真的很好 就哭了 反正 反正我觉得那个好哭 我昨天 还好我是昨天晚上看完的 不然今天晚上看完 眼睛到时候哭肿 明天还要上云空眼的 这些小说看到的四点钟 后续真的很大 我昨天看完了 我坐在床上哭了十分钟 我出不来 我真的出不来 我今天 今天看《想见你的》的时候 就是内心毫无波动 我甚至还在想昨天小说的剧情 他本来是在哭的 他哭的哭的说了一句 你个笨蛋 你问 不是 因为我昨天刚刚看到结局 他说了 那个男主他说了一句 他说你这个笨蛋 我说谁 我说 你对哭的哭的哭的哭哭 你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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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有看 你们不懂 他说真的 你们不懂 他 他 他真的很惨 我以为 我 我最开始以为 我以为那个男主会死 我都已经做好 他会死的准备了 因为都说很烈 我说男主肯定会死 没有想到死的是女主 没事 你很好 我很好 我不看了 大家千万不要去看 不要开去你的岛 谢谢原味外宿的一个喊 不要去我的岛 去我的岛吧 看完了呀 大家真的你想 你们想看小说可以去看 那叫去你的岛 谢谢小外宿的奶茶 她最后说 她原来 她原来一直都在她的岛 你没煮吗 对 欣欣西域说这嘴车 小说叫什么 叫去你的岛啊 叫去你的岛 就叫去你的岛 谢谢爱德华说的美术话 没人信我 真的很感人 昨天大老板还拍我 你好意思笑 每次我在那里哭 他就在我隔着一个 一个过道的另一张床上笑 笑得可大声了 他不是笑我 他还拍我 谢谢HORN 说的奶茶 我们俩真没搞了什么情况 对 今晚更想笑了 直接笑出声来 过分 来 只是笑 前阿姨美还在那里说 反正不知道 我现在不会哭 反正没看懂 反正我都没看懂 都给我去看 我不信你不哭 让给我去看 我让大老板把小说看一遍 他不看 我让他看 他不看 他不看 七十人网 在哪看 在百度 直接搜就可以看 百度免费 百度免费 他前面就是写得很梦话 他写男主变成了一只小兔子 然后女主的床变成了千纸鹤 把他载到了那个岛上去 太废主流了 哪里废主流 就是废主流 可虐了 你们去微博随便搜一下 这本小说的名著 全是哭了的 抖音你们也可以去搜 我昨天看完了 我看完一本很虐的小说 我就喜欢去搜抖音 然后我搜出来 我搜出来的时候 然后就看见大家都哭了 谢谢S1送的玫瑰花 就是有点出不来 你看完了 早就看完了 昨天晚上就看完了 昨天晚上就看完了 但是你们可能听我剧透啊 你们再看就不会那么那个啥了 因为 因为你们知道女主会死 不能看点甜的小说 甜的吗 就想就想看虐的突然 搜出来 往一层看完小说 爆哭focus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那你去看看 别别剧透 怎么你要去看吗 大圣诞咋搞得那么略 因为昨天晚上才看了一个虐文 因为圣诞节是冬天 真的 昨天 我可以不给你们看视频 可以给你们听声音 昨天到了吧 还发群里面了 把那个 救命 真的不行 啊 现在就给你们听 啊 什么东西 我在说什么 我没听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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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懂啊 你说啥呀 我口齿不清的 他没有录到我说话的地方 我真的哭死不清 我真的哭得很惨 我昨天晚上 他们一直在旁边笑我 过分 这不得发出来 不准发 真的 我哭得过呼吸了 我昨天 我哭得喘不上气来 在床上坐着 不可能 不可能 对 我哭得都快 嘎过去了 这本小说 给点代费吧 这推荐 他们应该 这不是事业非得再推荐吗 真的 我昨天 我昨天晚上 坐在床上 就是说 哭得不能自己 很难走出来 一时间很难走出来 收 王隐晨痛哭疯 收不到 不给 看点甜文 现在没有时间看小说了 以为这本小说是个开始 没有想到它是结束 怎么这么过分呢 你们 太过分了 你们太过分了 简直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哭有什么好看的 哭有什么好看的 够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过分 真的过分 都给我去看 都给我哭 都给我哭 说在我自己这儿 大老板传给我了 在我自己这里 我不发 我发 什么 你敢喊 他们不要发我昨天哭的视频 过分 真的过分 够了 够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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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好看的 它就录了二十几秒 没什么好看的 它就录了二十几秒 你们自己去看 你们也能哭给自己听 你们自己去看吧 都推荐大家去看 叫去你的岛 晚上真的还有点冷啊 对呀 刚刚 把他放那个 我刚刚 多次回来的时候 都冷死了 想看我 珍贵的二十秒 他没录 他没录到 我给他们解锁剧情的那个地方 他努力工作 只是为了把他喂胖 喂肥 他努力工作 只是为了把他喂肥 真的 他说什么来着 说那个女主 我以为男主要死 没想到女主死了 还是 他只是去为了 只有一个导弹的小孩 被电死 对 对 他是被电死的 我以为他会光荣 牺牲出什么车祸呀 或者从楼上跳下去 没有想到 他只是 被电死了 不能想 不能想这本小说了 越想越难过 不能想 没有录像 只能直播复刻 不能 不给你们复刻 好 够了 噓 这剧情 这剧情真的写得很好的 这本小说 真的写得很好 真的 他的剧情 就是说 你一刚开始看 你看不懂 你以为是一个 很 很幼稚的剧情 但是他真的 啊 你们不懂 你们都去看嘛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听我讲 你们听不懂的 你们要自己去看 有多虐 虐得你肝痛的那种虐 虐得你喘不过气来的那种虐 虐得你现在就 谈了一场 你爱 对 真的很远 已经在看了 好的 我等你的 等你的那个 就是关后感 对 看还不行 去看 去看 换你哭的 嘎过去 记得 记得 录个缝 有 如果 有哭了的 记得 给我发个 关后感 都给我去 你们都去 发你们 爆哭的缝 发这超话 我去看 痛苦缝 你们都去发 怕看完也是点 我看小说 很慢 所以说 我看的 那个 他们 像西西他们这种 看得快的 很快就看完了 很短的 这篇小说 我永远的离开了 唱话都是 哭的缝 录着快 以为我咋了 喜欢看粉丝 爆头痛哭 对呀 你们 你们到时候 发一点 你们哭的缝 给我开心 开心 是不是要 查字典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不会的 你们要 你们要是发了 我就发 你们要是发了 你们哭的缝 我就发 画面太美 不敢看 太辣眼了 笑死 看了看 这个小说的超话 对 好像说是会拍 成电视剧 但是他这个怎么拍呀 男主就是说 大多数时候 就是一个兔子的形象 就是 男主 他是一个兔子的形象 他是在被 他有病 他得病了 他被催眠了 我妈都过了 你们都没过 我妈不仅过了 我妈还有皮肤 六 厉害 我之前还说 我不玩这个 兔子 兔子 你们真的是 对不起 我爱你这个公园 没有看过 真的很女 你看你们微博一搜 全是看哭了的 地中喊 兔子 小兔子 真的是 而且女主的名字 最开始很平平无奇 她叫王杰香 她也姓王 是我们王家人 擦擦鼻涕 没哭 阿姨这么厉害 对呀 我当时都震惊了 我妈还来跟我炫鸟 她还来嘚瑟 她说她都过了 真的很生气 谢谢鲨鱼 哪个交通的奶茶 过什么 杨了个杨 第二关 杨了个杨的第二关 真的不能看这本小说 看到一点里面的话 就是有一点小空 听到羊的时候 咯噔了一下 那个游戏 也扬了个牙 这游戏现在玩不及里 大老板现在就在玩 都给我去看这本小说 我现在就是说 我看个微博 看到人家写的一些话 我就有点受不了的状态 后劲太大了 杨了个杨是什么 杨了个杨是游戏 现在又哭泣了 没有 真的有点好哭 真的有一点太好哭了 哭咳了都 没有 好 准备下播 准备下播 家人们 圣诞节过完了 准备下播 我想再看阿姨一遍 继续哭 阿姨整个过的呀 他还喜欢这个东西 谢谢中华田园犬 送的奶茶 下播别哭 都去看 可以直播 变成想象不出的情感 给你念 去你的岛 追到人类目的 谢谢爱德华 送的奶茶 是结香的死亡 他死在了生命中的23岁 一个美好的年纪 生活那么苦 他永远都是坚韧的 顽强的 像小草一样 拼命向上生长 却始终保持善良 然后 最后他死了 他还没有听到 阴险亲口说爱他 他就死了 太 太惨了 女主的这一辈子 真的太惨了 生活那么苦 为什么要看苦的 你要 有的时候人 就是找虐呀 就是想看苦的 因为那段是不是在说周期 你有毒 你有毒 而且因为女主夜忙 男主每次都会给他炸胡萝卜汁 你一起去看 快点去看 去你的岛 快点 我要早点跟我一起哭 我在你的岛 你不在 你不在 我在你旁边 你不在 你不在 你快去看 你还跟我一起哭 你快去看 快点 他还在笑 你跟他三心 你现在就去看 现在不行 我在看Lolita 你不能跟我感同身受 你还好看 你看去 我今天 我已经 我已经出过了 你没有 结果看完就大 那就看 今晚上我哭不哭 我再看一遍 我们一起看 真的很好看 什么 他们共情不了 我受不了 我看了一本小说 我非常想跟人分享的时候 没有人跟我讨论剧情 我受不了 我看了一本很好看的小说 我非要我的朋友看 看了跟我一起哭 他就是自己难受 还要别人一起难受 快看快看 真的很好看 看 他要看一遍 真的很好看 你们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忘记 我给你们剧透的东西去看 和弹幕分享一下 呜呜呜呜 他哈哈 真的 真的很感人 他 女主真的是个很好 很好 很善良的女孩子 推荐于华古典爱情 那是什么 不看直接哭可以吗 不行 万一别人妹哭 妹哭给他大哭 不是 开玩笑 好造型 恭喜 直播念书 怎么念呀 这么长 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念 我给你们念 我昨天看哭的那一句话 男主他 在他的 被催眠的那个岛上 他看见了女主 他说 你又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不是说有天堂吗 吃了那么多苦 要去好地方啊 结乡 然后女主说 我游走于 林布玉 死时 心愿未了 我以为 我还没去过你的岛 有点难过了 有点 再一路想见你 还没去过你的岛 门不倒 他们 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男主他 他 他说他以后有钱了 他们原来很穷 他们原来住 就是 互相救死 他们原来真的很穷 然后男主就说 他住在以后发达了 他要给他买一座岛 然后免他发达了 但是女主却死了 然后 他就把自己困在了 潜意识里面 就在潜意识里面 就弄了一座岛 然后那个岛里面 女主就一直活在里面 因为不懂 没有感情 他死在了 他最爱他的那一年 你们不懂 没有感情 你们都是 你们都是没有感情的人 不给你们玩 你们都 你们都不能共情 你们都不能跟我一起共情 岛上能烧烤吗 我嘴 这是大老板会考虑的 你不要让我出戏 过分 你们真的好过分 人家这么虐的一本小说 被你们说的 好像在开玩笑 对 真的很过分 岛上什么都没有 岛上只有 岛上只有一只兔子 岛这个岛里面 只有一只兔子 这个岛有点精神 不跟你们玩 真的是 无人之岛 真的是你们有意 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 你们不懂 你们不懂 你们在侮辱我昨晚看的那本小说 你们在侮辱他 你们在侮辱他 太过分了 真的太过分了 穿麻辣 吐肉好吃 太过分了 不跟你们聊 你们都 你们都没有看过 诺大一个直播间 没有一个人 看过去你的岛 没有一个人 有品味 都没有看过这本小说 我只是想找一个 跟我一样看了这本小说的人 跟我狠狠的共情一下 你让他们跟你们 帮到细节 对 都找不到 吃兔兔 我也喜欢看贝爷 我也喜欢看荒岛求生 叔叔都不也就我一个看 你也先快去看 快去看 叔叔他想找了 只有我们两个 他只能找我看了 快去看 我上次给你推的那本女配 没有求生日 你也没有看完 我看了一半 你也没有看完 你也没有看完 我们明明 陈宇人这么好 你也没有看完 你那边看不下距离一些 不是 看到一半 我就看到别的 看到一半出道了 没有时间看了 对 然后刚好 我也出轨了别的小说 不爱看小说怎么办 我也很久没看了呀 我也很久很久 没有看小说了 我已经 好几个月没有看了 就这次 他好不容易放个假 我就想看一个 看到一半出道 因为是出道之前 我推他看的 我爱看 眼睛小说 还有一本 你没给我推什么那个 你给我推的 我给你推的 黑莲花攻略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你也没看 什么小说 哎呀你没品位 黑莲花 人家可好看了 这个是 这个是经典 你敢笑 我给你讲 黑莲花你不能喷 黑莲花真的是 真的是好多人都喜欢看 喜欢看是 那个岛多久能看完 很快的 很快的 这个小说 这个小说名字 名字奇怪 它只是名字奇怪 什么五大名字 这部小说 真的很 很出名的 这是快创文里面 很出名的一本小说 实在是黑莲花 有太多事情了 哎呀 我想找个跟我恭情的 怎么没有 那你们看过 黑月光 哪吻 B剧本吗 它都翻拍成 电视剧了 那个 那个白鹿和 和那个谁演的 和罗云熙演的 改成电视剧了 电视剧好像 叫 电视剧改成 长月静明 叫长月静明 还没播 咕噜寡文 哎呀 怎么都没有人 跟我一起看过 同一本小说 黑伤逆流成河 那个我只看过电影 哎呀 什么 什么罗云熙 就是他们那个小说 翻拍成了电视剧 不看悲剧 他 他 那个 黑莲花跟黑月光 不是悲剧 你们只看公演 说的这些都没看过 哎 急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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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不看小说 你们看同人文 哎 哎 签子货是线索 签子货是什么 它是个线索 去你的岛的线索 对对对 你在看 你在看 快看 快看 快点看 你别笑 你收起 你严肃一点 请你 请你严肃一点的看 你不要笑 你笑什么 哎呀 你说我更想笑了 你别笑 你别笑 你要严肃一点 我认真了 你认真地看 你看进去 你得看进去 嗯 细细为这个诗诗 背负了太多 没有 她本来就爱看小说 好急 不急不急 不急 她慢慢看 给她点时间 我给她点时间 让她看 像恶斯里的头 是因为她本来 就爱看小说 她本来就要看小说 那你们总得看过 多罗大陆吧 那些小说没看过 多罗大陆总看过吧 看 那看 看说明书 什么鬼 这个看 对吧 你们看到小五仙机那里不哭 没看过 怎么又没有看过 那你们看过什么小说 那个也有兔子 没看过小说 那你是看 我看多网 多网也看啊 多网可好哭了 小五仙机那一段 我看一次哭一次 从来不看小说 心机那段尬住 哪里尬了 哪里尬 那么好哭 唉 那么好哭 哪里尬了 你们是没有眼泪的怪物 你都要看歪嘴战神那种 上学还是看小时代的时候 对啊 糖酸都被打卡了 也要保护小五 太好哭了 戒指 好 我要下 我要下 我想起我多罗大陆的东漫 还 最新更的那几集还没看呢 再不看没有 又没有时间看了 二百四 我才看到 我才看到多少集来的 我看一下 我看到多少集来了 你看 西西看进去了 她不说话了 别破坏我的美感 她看进去了 我没有破坏我叫你 我没有破坏你好好看 我不破坏你 我不妨碍你 你慢慢看 她不看我会霸凌她吗 我当然不会啦 我怎么可能会霸凌她呢 对应个嬉嬉痛哭的风 就是等她哭 哭了 因为什么原因 我哭你都看不见 什么都哭 是不出声的哭 我看不见 我又睡你旁边 我怎么看不见 她在被我离开 她看啊 不哭怎么可能 哇 我都忘了 我看到哪一旗了 我看一下 我看到海参岛上了 帮帮两船 不哭也得哭 就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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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多少集 才到海参岛 对 我很久没看了 我从出道之后就没有看了 从出道之后就没有看 之前每周 她跟的太慢了 她一周才跟一集 我真的 最讨厌追剧了 我喜欢把剧囤完 然后一起看 对 我好像才看到200集 我才看到200集 哇 我还有好多集可以看 我还有40集可以看 羡慕有100多集能看 没有啊 我才看到 我看到200集了 好 家人们下播了 晚安 晚安 去睡觉吧 都去睡觉吧 下周开线一下 又没时间看 有时间 有时间看 我今天晚上熬夜给她看 晚安 明天见 明天云公演见 别哭太久 不会哭 这后面的剧情不会哭 晚安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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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你们痛哭的风 等着就是说你们 痛哭的风 记得发超话 或者你不好意思发超话 你也可以发了 敲敲敲发了 爱抖我 我能看得到的 这就去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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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